各位,自從馬哈迪當選了馬來西亞的新首相之後 潮流興起一股回朝功 所謂回朝功已經退任老總理、老總統、老特首 都紛紛若若育事 打算下一屆由老夫、當政、新一屆總統或首相是專美 馬來西亞九十多歲的首相中選之後 老當益壯,而且到盡頹峰 給予馬來西亞一個新的景象 很多地方的人開始試 首先是台灣的馬英九 打算出來活躍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接到英文的位置 在美國,最近我們也看到奧巴馬開始活躍 忽然年輕了,然後四圍出動 一般老總統都會退任 而且他都做了兩屆 誰知又出來活躍 難免使人想想下一屆他會不會再跟特朗普對撼 到時會出現一個極之驚人的景象 曾經鋪電好東西給特朗普冷手撿熱箭堆 做了事的奧巴馬出來領工 特朗普現在不能領工了 拭目以待,看看是不是這樣 我們這個小小的香港 都出現一個喜劇化的進展 我們小小的香港想著 會發大來做 變成大香港 這個就是大灣區 大灣區的發展 已經委任了林鄭來做代理人 六月份她在巴黎匆匆匆地趕回北京 國務院部總理跟她說大灣區有些發展 於是八月份林鄭以香港官員身份 變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的成員 兼任了大陸的官 這是破天荒的事 另一邊就是梁振英這位老特首 不甘寂寞 她已經是政協副主席 有很多事做 批評時政、寫Facebook都很忙 只不過這些事都未夠做多一次特首這麼過癮 因為她只是做了任未連任 難免是有點遺憾 人家以前老董都兩任 雖然中間落台 老曾曾蔭權都兩任 雖然她接任時一半 都算是一個半任期 現在她自己只有一任 其實是丟架的 她是討論一下林鄭 這幾年有沒有差池 可能會接得上也不頂 她自己成立了一間 叫做大灣區香港中心有限公司 如果你不看有限公司 後面那幾句字 就是大灣區香港中心的董事 和創辦人 看起來她其實好像一位官員 大灣區香港就作主 當然香港成立公司的名字 任你按 只要之前沒有人成立類似的公司 或者同名的 香港都給你登記 梁振英 做特首的大灣區香港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了 她亦對大灣區很多規劃 發出自己的建議 當然可以 平民百姓都可以 何況她是貴為退任的特首 和國家領導人 但這件事和林鄭的職務有些衝突 平時又不見 林鄭在大灣區發展 諮詢一下梁振英 看起來是兩個人在爭 香港發展的權力 看看沒有特首 梁振英會否在民間那裏 建議、政策、投資 有所建築 很可能下一屆特首有份選舉 如果有份選舉 我們會看到六八九對七七七 當選的時候 究竟是甚麼數字 這個可以預算掛 或者可以玩神秘學 但目前來說 看怕我們都是七七七到底 來一個啦